看起來真的很好吃 你看它的肉堆得這麼高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又來吃拉麵 我是這間 這間在日本現在很出名 大家平常吃過這個豬骨湯拉麵 這間餐廳是用鯛魚做的 上一次來的時候 看到牠排琴長龍 我就不來了 但是今天就沒有排隊 想試試看 進去之前 幫我們like和share 如果還沒subscribe 記得subscribe我們 3 2 1 Let's go 終於可以吃了 嘩 嘩 嘩 看起來真的很好吃 你看牠的肉堆得這麼高 你還顧著拍照 不要再拍了 快點吃吧 先試一下叉燒 這個叉燒是用真空低溫的方式 還是用櫻花木一起去分 應該是很香的 不知道味道如何呢 喂!不理人的 好不好吃啊 喂!你不要掛著吃啊 喂!喂!喂! 喂! 唉算了 讓我來介紹吧 那首先呢 就是牠的湯底了 牠的湯底呢 非常非常清甜 如果你不是很喜歡 豬骨湯那種 太過濃郁的湯底的話呢 你會愛上這個 清淡平和的湯底 非常香的魚香味 但是如果你怕魚腥味的話 有可能就不太喜歡了 第二樣就是牠的麵 那個麵是用了北海道的小麥 用了石磨的方式 做出來的全粒粉 看起來呢 好像有些蕎麥麵的感覺 感覺不會吸太多水 所以呢 硬到剛剛好 吃下去的口感呢 非常之爽口 再來看看牠的蛋 看起來是不是很普通的蛋 但是你一吃下去 就知道 它是滲透了很濃郁的鯛魚汁味 非常之驚喜 我沒想到牠在這個蛋 都放了這麼多功夫進去 給你一個全身的體驗 相信在其他拉麵店是吃不到的 最後真的喝不住 把湯喝光 真的很好吃 如果胃口比較大的人呢 建議一開始呢 可以點一個有飯的套餐 最後可以拿湯底 做個泡飯 這樣還可以嘗試一種新的吃法 下次呢 我就很想試一下它的尖麵 好滿足啊 好正 就是它的湯底很香 它有幾個版本 它有濃郁版和沒有濃郁版 我真的選擇最普通的那種 哇 它的叉燒好味道 有一點點鹹 那些叉燒有一點點像羊 但是呢 很好吃的味道 然後這個湯底呢 就是 就是因為魚嘛 就是和豬骨湯的另類 還有它的麵呢 有一點點像蕎麥麵 它整件事配合得很好 如果去開Skytree啊那些呢 都可以來這裡 都幾近的嘛 還有這裡附近都有很多好玩的東西 就是Shopping那些都有很多 就是這裡而已 有東京最大的Daiso 但是呢 它最大的問題是 如果你是那些peak hour過來 它真的要排很久的隊 因為我上一次來就是 排了競場隊 我上次呢 也有去吃另外一間拉麵 就是 專門吃醬油拉麵的 那間呢 也很好吃 如果大家想去看 你可以按上面這個 影片可以看一下 那間也非常推薦 味道是完全不一樣的 沒什麼比的 謝謝你 提到最後 你like了嗎 share了嗎 subscribe了嗎 一起繼續按 我們的時間在這裏吧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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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